老兵深入敌营 救出战俘 还用弓箭摧毁村落 现场暴力不断 血肉横飞 更有直升机大战 飞机枪炮齐上阵 场面精彩刺激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订阅铁哥聊电影 今天铁哥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动作电影 第一滴血二 影片开始 兰博在监狱里服刑 上校突然找到他 让他返回越南去某处集中营 侦查美国在越南战俘的情况 只要完成这个任务 他就可以获得自由 兰博答应了 军事基地里 一位议员告诉兰博 他的任务只是侦查和拍照 如果真在集中营里发现战俘 他只需要拍下照片 然后就可以返回美国 议员还特地强调了 他不能与敌人交战 如果真有战俘 美国政府会想办法 将这些战俘救出来 不需要他来动手 说清楚任务后 兰博抓紧时间挑选装备 随后乘坐飞机飞往越南 不想他在跳伞的时候 背包的绳子卡在了门缝里 他被挂在了飞机外边 为了活命 兰博割断绳子 丢掉了大部分的武器装备 才顺利打开了降落伞 落地以后 他经过长途跋涉 才到达了指定的地点 这次行动的街头人是个女的 他叫小美 此次任务由他协助兰博 在兰博到来之前 他就做好了形成计划 他联系好了当地的盗匪 花了一大笔钱 乘坐他们的船去往集中营 但这艘船很破旧 为了让兰博安心 船老大还掏出了RPG 专门应对越南的巡逻艇 看到对方有这些装备 兰博安心不少 随后和小美在船上聊起了天 各自说着自己的经历 小美对兰博说 他想去美国 越南这里如同人间猎狱 只有在美国才是真正的生活 言语之间 无不充满对美国的向往 兰博则没有那么深的感触 他对美国的感情是复杂的 他更觉得 自己是一个被美国抛弃的人 两人就这样一路闲聊着 他们或许都没有意识到 经过这场谈话 二人的关系紧密了许多 半天过后 他们终于到达集中营附近 整座集中营死气沉沉 好像没有一个人 不像兰博刚靠近 一个人影就出现在窗户上 整个营地活了起来 甚至还有越南妓女上门服务 看到如此情形 兰博坚信 这座集中营里 一定还关押着美国战俘 他决定深入查看 尽管小美极力劝阻 说她的任务只是拍照 但兰博心意已决 他带好弓箭 用刀拧断防护网 进了集中营里 身为一个参加过越战老兵 他十分熟悉与邻里的环境 兰博快速变换位置 一边注意隐藏自己 一边寻找着战俘 哪怕途中遇到一些意外 他也能化险没遗 接着夜色 兰博一路上有惊无险 还真让他找到了被关押的战俘 那里面的环境十分脏乱 看着受苦的战友 他于心不忍 但现在他还救不了这些人 不过他发现了一个 被绑在外面的战俘 于是兰博将他救了下来 打算带着这个战俘逃出去 由于两个人动静有些大 出去的路 已经不像来时那么轻松 时不时又守卫听到动静 开启探照灯 为了能逃出去 兰博杀死守卫 躲过监视 带着战俘往外边走去 不料小美这边 被越南士兵发现了 但下一秒 这个人就被一箭射穿了脑袋 原来是兰博赶了回来 三人随即泡路 天很快就亮了 其中营的人发现 由俘虏被救走 于是全体出动 搜捕兰博他们 找到了船老大 打算坐船离开 结果船才行驶了 没一会儿 一辆巡逻艇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很明显是船老大出卖了他们 他们被船老大控制 危机时刻 兰博拿出小刀 杀死了船员脱离了控制 紧接着又抢过散弹枪 连开竖枪杀死了船老大等人 但巡逻艇此时越发靠近 千军一发之际 兰博让小美二人跳船逃生 他自己来对付巡逻艇 不想那艘巡逻艇用重机枪 他拿出那2PG 对着巡逻艇就是一炮 消灭了敌人 不过巡逻艇还是朝这艘船撞了过来 就在兰博刚想跳船躲避时 一个船老大的手下 却勒住了他的脖子 想要和他同归于尽 紧要关头 兰博一刀捅死了对方 他在两船相撞的前一秒 成功跳进河里躲过一劫 到了岸上 兰博和小美告别 因为约定的撤离时间到了 他要离开这里了 不想 兰博赶到了指定地点时 被越南人发现了 不断躲避着炮弹 就在二人要被越南人包围时 上校终于赶来了 他们用重机枪掩护兰博二人 驾驶员向基地报告了 兰博救出了一个战俘的事 本来是一件好事 结果这句话一说出去 一员的脸色就变了 他竟然下令取消任务 让直升机返回基地 尽管上校极力争取 但是飞机上都是一员的人 他们可不在乎上校的想法 开着飞机就返回了基地 看着离去的飞机 兰博心如死灰 面对围上来的越南士兵 他选择了投降 上校回到基地后 与一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 他指责 一员仅仅为了一些钱 就放弃了曾为美国出生入死的士兵 然而一员却毫不在乎这些 他强令上校 不许再讨论此时 上校十分气愤 警告一员 这样的行为 已经惹怒了一个不该惹的人 那就是兰博 而此时他被越南人 吊在了粪池里 他的身上爬满了水汁 一会儿苏联人特地赶到越南 要审问他 越南人将兰博冲洗干净后 送到了苏联人的房间 苏联人先用言语 尝试攻破兰博的心理防线 看没有效果 用电机不断折磨他 下手一次比一次重 兰博的惨叫传遍了整个营地 在这期间 对方展示了一员 让直升机撤退的通话记录 他们不断地刺激兰博 但面对这些刑讯手段 他都不为所动 此时一位妓女来到营地 受到了士兵们的热烈欢迎 来人正是小美 他假接妓女的身份 实则是要救出兰博 而此时 兰博正遭遇新一轮的刑讯逼供 宗联人看到他这么嘴硬 也放弃了折磨他 转头找了一个美国战俘 用这个人来威胁兰博 为了不让战友再受伤害 兰博同意联系美军基地 然而他只是威胁了一下议员 然后突然拽动话筒 发起了攻击 脱困了兰博战斗力惊人 三两下就将这些人打倒在地 同时小美也找到了这里 开枪支援兰博 二人相互掩护 但是枪声暴露了他们两个 整个营地的人都来抓捕他们 兰博让小美往前走 他在后面掩护 兰博手拿枪械 将身后的敌人统统杀死 然后扔出两个手榴弹作为掩护 两人越过防护网 成功逃出了营地 越南人见状 立即出动大批人马 甚至还有直升机 海洛空全方位搜捕兰博二人 于是两人在雨林里 狂奔了足够远的距离才敢停下 但越南人一直没放弃搜寻他们 暂时安全后 小美为兰博处理伤口 两人四目相对 小美再忍不住内心的情愫 他向兰博深情告白 兰博也早已经被这个女人吸引 他答应小美 要带着小美返回美国 不像两人刚分开准备寻找出路 小美就被越南士兵乱枪打死 兰博都傻了 刚得到了老婆 转眼就没了 杀妻之仇不共戴天 于是兰博疯狂开枪 消灭了大多数士兵 不想还是让罪魁祸首给跑了 看着倒在自己怀里的小美 兰博彻底愤怒了 要为小美报仇 他收拾好装备 安葬王小美 还戴上了小美的项链 他要让敌人血债血还 此时 一会儿苏联人还在搜捕兰博 他们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大获临头 愤怒的兰博就像幽灵一样 不断收割着这些人的生命 他的弓箭力无需发 渐渐致命 同时他又神出鬼魔 时不时偷袭和埋伏敌人 他一会儿藏在岩缝里 杀死一个人 一会儿又藏在泥土中 一刀要人性命 此时的兰博与环境融为一体 成为了越南士兵们的梦魇 但他终究只有一个人 在数百名越南人的搜捕下 兰博还是暴露了 士兵们全部朝着他冲去 他跑到了一个村庄 看着眼前的环境和地上的积压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先用鸡血伪装成自己受伤 引诱士兵们前往卢维当 当越南人发现真相时 已经为时已晚 兰博一把火点燃之前倒好的汽油 炙热的火焰 将这些越南人统统变成了烤船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兰博用爆炸箭头 不断攻击着越南士兵 他一箭就可以炸火一座房屋 仅仅几箭 就把整个村庄变成了一片火海 消灭完敌人后 兰博赶紧转移阵地 不料杀死小美的那个人发现了他 结果对方枪法属实太懒 一梭子子弹下去 竟然一枪都没有打中兰博 看着眼前这个杀气仇人 兰博怒火中烧 他不再躲避 任由对方瞄准 然后拿出爆炸弓箭 弯弓 打箭 一起合成 将对方炸成了稀巴烂 成功为小美报仇 然而这时苏联人开着直升机 对着兰博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下一秒巨大的火花覆盖了整个屏幕 兰博赶忙跳进水里 这才逃过一劫 对方知道兰博还没有死 他们将飞机全停在水面上 用重机枪对着水面疯狂扫射 试图彻底杀死兰博 不想兰博伸手了得 突然从水里跳上了飞机 一把拽下机枪手 然后与一个苏联壮汉 在飞机里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两人势均力敌 一时谁也无法取得上风 他们就这样僵持了好久 最后兰博用尽全力 一把将对方扔下了飞机 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之后他又把驾驶员扔下飞机 获得飞机的掌控权 随后兰博开着这架飞机 对着集中营狂轰滥炸 他要把之前在这里受的委屈 统统发泄出来 在兰博的疯狂轰炸下 整个营地变成一片火海 看到时机差不多了 兰博将所有战俘带到了飞机上 打算离开越南 不想 一个苏联人开着一架武装直升机 紧紧追在兰博他们后面 对方火力齐全 追着兰博他们就是一顿轰炸 还用机枪对着他们疯狂扫射 差点打死了兰博 可是面对两方实力的差距 兰博他们只能逃跑 尽管中途有战俘操控重机枪 打死了对方的机枪手 但却一点没影响苏联人的火力 他们打烂了兰博他们的尾翼 飞机开始不停地旋转 逐渐消失在苏联人眼前 在这之后 苏联人发现 兰博的飞机停在了水面上 兰博的座位上一动不动 苏联人还以为他死了 不想这时 兰博掏出RPG 一发入魂 打败了苏联人武装直升机 结束了这场战斗 兰博获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 之后他开着有些坏掉的直升机 穿过越南返回了基地 看到兰博降落后 基地里一群人冲上了迎接 兰博却扛着重机枪冲进了基地 路上没有一个人敢拦他 他抱着机枪对着基地里疯狂扫射 将基地里的一切东西都破坏殆尽 一员在屋子里听到枪声 整个人都吓傻 他现在才明白上销的意思 看着这个一员 兰博一刀插在了他的脸庞 告诉他 任务完成了 狠狠地打了一员的脸 最后他与上销漫步于基地 上销问他想要什么 兰博回答道 希望这个国家 能像我们爱他那样爱我们 这就足够了 影片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是第一滴血大获成功以后 立即拍摄的第二部 刚由詹姆斯·卡梅隆参与编剧 与第一部相比 这部思想内涵少了些许 但是战斗场面 比第一部更加酣长淋漓 场面十分精彩刺激 是一部放松心情的好片子 值得一看 好了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同类型的电影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 铁哥聊电影 咱们下期再见